在罗安达与安格拉外长奥古斯托会谈后 共同会见记者 记者会上王毅驳斥了 有关中国融资增加非洲债务论的谬论 王毅表示 这种说法别有用心 完全是不实之词 近年来 中方在融资方面加大了对非的支持 在此过程中始终遵循了几个基本原则 首先是响应非洲自身发展的需要 二是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中国移民官员攻击中国 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原件大而无用 为见而见 附加不利的金融条款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一回应称 奥官员心态可能有问题 无中生有的指责 实际上是不愿看到太平洋岛国 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 其实那名官员话音刚落 就有南太媒体劝告奥方先做做功课 萨伯雅总理更是直斥奥官员言论 侮辱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智力 2014年11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斐济 并在南迪汇县与中国建交的 八个太平洋岛国领导人 习近平表示 中国真诚欢迎岛国 搭乘中国发展快车 当时中国与这八个岛国 建立相互尊重 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